我认为必然是勇士队取胜 这个必然呢 甚至百分比例的话 我感觉让我给一个数字的话 应该是在85%以上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一点 这杨卫老师刚才提 这个球迷到底希望看到谁 老天爷会将这个运气给谁呢 这个事不一定 但是我能够非常冷静看到的是 近期以来比赛场上发生了什么 你看不看到现在洛杉矶湖人呢 今天打不凶者 罚球领先了27个 勇士队客栈深了 罚球领先了8个 因此这个多了就不讲了 因为NBA毕竟归根结底商业联盟 巨型流量球队 往往在比赛最后的重刺阶段 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些无形优势 这点你不能说它就是不公平如何 因为NBA归根结底 它是全球卖票的 对不对 无论是电视转播 还是互联网转播之类现场的票房 这个你要说巨型流量球队 胡人勇士能够在富甲赛 第一轮去相遇的话 毫无疑问 这个是震撼级别的观赛盛言 所以NBA肯定也会相样的 想助推这种事发生 我感觉这就是隐藏方面 对于勇士来讲非常有利的一面 还有第二点 就是说这个势头的问题 势头最近一段时间 火箭队确实挺猛 打出了多少势头呢 八连胜 但势头有啥用呢 在二月中旬那个阶段 勇士就曾经打出了五连胜 往后呢 势头不就急转直下了吗 勇士队三月初那会儿 曾经打出过三连胜 再往后呢 不就又急转直下了吗 因此势头这玩意 波风波谷往往难以琢磨 你不能说火箭队近期以来 八连胜他势头好 勇士队四战三副 他势头差 一定说明剩下的十场比赛 火箭队一定建立领先 或者说呢 近期火箭队四头强 他就是比勇士队更好的球队 那么这个理论的话 绝禁队最近四场比赛 输了一场 他势头比火箭还弱呢 是不是说今年绝禁队 是不如火箭的一次球队呢 所以势头这个东西 不可捉摸 接下来有可能就急转直下了 势头不能说明 火箭更恶修 哪个能说明 今年火箭和勇士两队 两支球队之间的真实实力呢 总体的赛季胜率 好语问 打到现在 勇士队是排名更高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他是整体实力 其实比火箭队更强横的 再者一点 勇士队阵容又相对健康 目前基本是完整阵容 而火箭队呢 缺兵短将 阵容当中差不多 场军得分这个角度 你去统计的话 缺少了场军四十分的 巨大亏空 后续我感觉 一定会显现出这样一种 巨大的亏空带来的 大量隐患 那这支球队有可能 胜负难保 还有另外呢 就是说 剩余几场比赛吧 勇士队胜了十一场 这里边遇到 副甲赛之内的这些球队 也就是说 遇到强队的占比 只有45% 而火箭队呢 剩下十场比赛里 他遇到副甲赛级别 这个强队 他的占比达到了60% 意味着啥呢 意味着勇士队是 目前为止 胜率更高的地方 但是他剩余的赛程呢 又相对更简单 火箭队本身就弱 但是遇到的赛程 又相对更难 另外还有最关键一点 目前勇士队还占据 一个胜场以上的 差距有势 上下的比赛场 这本身就少之又少 多方面有势基于一身 因此我总结的话 差不多有五六点有势 都倾向于竞争勇士 那你说火箭队拿啥影啊 他如果能赢的话 我非常钦佩 就这支球队在 逆境情况之下 在一定程度上 不大不小打出的 一段奇迹 但是奇迹不是 每天都能发生 朗镜客观的看的话 无论从主观角度 我刚才也讲了 就近期以来 胡人勇士队 一场比赛当中的罚球术 这是主观角度 客观角度呢 勇士是胜率更高一方 而且胜率的赛程 相对更简单 目前又具备 阵容方面的优势 以及战绩方面的优势 看不到火箭队 他逆袭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感觉相当低 最终还是勇士队能进去 嗯 对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